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过奴沙龙奖演嘉宾 抗战末期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腐败 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1944年12月17日 蒋介石也承认现在一般部队目击太深 袭染太重 而毫无生气力量 尤其一般部队的官长很多精神颓唐 纪律废弛 甚至自暴自弃 不顾国家军队的利益 而只图自己如何升官发财 国民政府兵役制度的弊端 更造成军民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征兵过程中 部队的负责军官往往与地方相伸 将镇包甲长相勾结 强拉壮丁 受贺忌惯 冒名顶替 及越代壮丁等弊端层出不穷 农民一旦被征入伍 政府对被征壮丁加添又无妥善补偿措施 引起民众反感 而被征壮丁往往受到非人的待遇 难得温饱 缺乏医护 还常受虐待 不大 士兵被送往前线实行同压解 一路上生病死去的河桃王 而去的比例高的惊人 各县 区 相强拉壮丁 买卖壮丁和欺压群众的现象十分严重 此外更有些部队私自拉丁拉夫甚至失缺额空想 据兵役署试查试统计 1942年2月至1944年2月的两年中 全国就有2000多起兵役违法事件 据统计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总计征集壮丁14050521日 而送到各地成为士兵的只有1213万8184人 其中191万2337人不知所忠 蒋伟国蒋介石对此类弊端早有耳闻 亦生物痛绝 当1944年10月 蒋介石因得蒋伟国密报或制裁政府税警团某部 在重庆虐待新兵事件后 立即拘押了军政部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 并以武力多端并利用职权调派公兵建筑私宅的罪名 于1945年7月5日将其枪毙于重庆中央日报 1945年7月8日 招募新兵时脉壮丁 吃空贪欠 也是成泽润的罪名之一 蒋介石的真正用意 是想杀住征兵过程中的腐败之风 同年11月 蒋介石又将兵役署改为兵役部 委派陆中林卫部长 并下令改革兵役制度 新兵操练 1945年1月2日 陆中林提出改革一正四大方针 一 实行三平原则 二 澄清兵役击毙 三 改善新兵生活 四 切实优待征署 他并对各级军官提出三点要求 一 对士兵以赴兄姿待子弟 严禁虐待 二 相不及时发放 不得克扣 三 实惠征署 违则军法严惩 但真正具体的措施 却没有一项得到落实 国民革命军官兵的素质依然极度低劣 11日 国民政府通令发动现金限量运动 才政部长于红军表示 此次政府发起全国大户 现金运动的目的 是要改善士兵的生活待遇 他表示要用三个月时间募得二百亿元法币 大后方的琉璃老百姓上层达官贵人 而腐化于底层民众 普通士兵的苦难形成明显反差 抗战日趋艰苦 战事生活艰困 依照人民水深火热 食草根树皮 饿飘在岛 而后方玩物丧至沉迷荒淫者 确实必数万金 一一足夫一家灾民的中年温饱 一致千金 毫无吝啬 国民政府的抗战能力一步步趋于衰落 而当国民党对不断兴起的民主运动 又是强烈的排斥甚至打压态度时 社会上层精英分子便占到了他的对立面 张鲜文等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 2016年版 编辑 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雷小凡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